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到今天澳洲时间凌晨4点钟的时候 就是中国时间凌晨2点 美联储公布了最新利率决议 那么是正如大部分经济学家所预料的 美联储是再一次耍无赖 没有加息 那么既然这次美联储没有加息 美元就应声而跌 所有的比如说是黄金 石油 澳元 欧元 英镑等等 这些以美元作为定价的产品全部出现了下跌 同时美国的股市受此影响则上涨了1.5% 纳斯达克指数是再一次创出今年的新高 那么接着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们就重点来看一下美联储的耍无赖 我们换句话说就是这日子 别说这些有的没的到底要不要一起过 我们评判一下美联储耍无赖的行为 今天早上4点钟澳洲时间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美联储要不要加息 这次看看他们又找了一些什么借口 那么在这次会议上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还有一些客户跟我说 昨天他们一直熬到4点钟 来看美联储要不要加息 对于这样的精神 我一直是非常的钦佩 就不知道4点钟看完之后 那几点钟睡 早上再起来上班还来得及吗 当然了我们言归正传 先来看一下美联储他们的官方声明 那么他们在9月份的声明中说到 美联储的对于加息的可能性 未来加息可能性会进一步的上升 现在经济是不错的 通胀也好 就业也不差 但主要是由于过去的工业产出数据 以及其他三个主要的工业数据 或者是经济数据 除了GDP以外的经济数据 是低于了市场的预期 因此现在美联储大部分人 依然是觉得应该再缓缓加息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 已经有三个联储是投票 是觉得应该是在本月就开始加息了 因此实际上可以看出来 美联储现在实际内部的分歧 也是非常的大 就像之前 一个人出来说是鸽派 一个人出来说是鹰派 每一天 似乎或者是过几天 美联储的声音都是一边向左 一边向右 那么作为美联储的主席耶伦 如果从大局出发 我想他未来还是要考虑到 队伍的团结 以及他本身的威信 因此即使是这一次 9月份没有加息 已经有三个人跳出来了 那么11月因为是美国的大选 因此11月根本就几乎来说 不太可能动手 因此现在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在今年的12月份 也就是说 在去年的12月份 加了一次息之后 整整一年之后 美联储才有可能 再一次动手加息 而且这也是要建立在 从现在开始到12月份的 经济数据出来不能特别的差 你要正常或者高于预期 那都好说 如果连续出来经济数据特别的差 那么12月加息的可能性 从现在的6-7% 有可能再一次降到3-4% 那么我昨天早上也说到 其实美联储在今天凌晨没有加息 其实大家绝大部分人也预计到 特别是在昨天下午 日本央行再一次 扩大了他们自己的刺激 其实反过来 也给予了美联储相当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在全世界 各个央行各个国家 都在刺激经济 经济都不太好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联储如果就9月开始加息 12月再动一次手 毫无疑问 对于美国本地的经济来说 伤害相对于来说还是比较大 但是美联储无赖的行为 从今年年初说到要加4次 后来改为2次 后来到一次 甚至有段时间说到一次都不加 这感觉就像是恋爱中的男生和女生一样 美联储说到 我以后今年年底肯定会带你去欧洲玩的 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说 现在机票很贵 酒店又订不到 要不我们下次再去吧 不过你放心 我明年的复活节肯定带你出去玩 那我们的投资者就被美联储一样 耍了一次又一次 在过去的半年里面 也就是像这样被连耍了好几次 本来说好的6月份就带我们出去玩 现在拖到年底 说不定年底还没戏 那其实这要是放在恋爱中 那美联储绝对是一个渣男的表现 连续放鸽子放了多次 但是我们都知道 你两口子吵架吵吵闹闹 你说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但你最终你还得去 就是说你既然已经答应了去旅游 那么就算欧洲是去不了了 明年你怎么着也得带我们去泰国 去越南转一圈吧 是吧 所以为了维持现在美联储和金融市场投资者的关系 为了继续保持他们的威望和威信 美联储的加息不可能停下来 不可能停下来 虽然我们的预期值要不断的下降 从原来的欧洲游到后来的可能是美国游 再到现在的可能是新马泰 但是不论怎么样 这个旅游还是要去玩的 我们吵了那么多次 如果再不带我们出去玩 那大家一拍两散分手算了 那美联储是不可能和投资者闹掰的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觉得最终来说 他还是会应付应付带你去泰国赚一圈 当然了以上都是一个比喻 是一个搞笑 那实际的情况呢 就是美联储是维护美国自己的利益 它没有必要 也没有义务去维护其他国家利益 因此虽然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行为非常自私 但是呢 从他们本身的一出发是毫无争议的 那既然现在9月份没有加息 而且最近的可能性呢 也需要到12月 那么从9月到12月这三个月之间 市场上呢 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选择去来回的波动 我们从昨天晚上走势已经看出来 从现在开始到12月初这段时间之内 美元将会保持相对弱势 那么反之那么像非美货币 像这个黄金石油 像美国股市都会有一波正常的 或者说向前冲的走势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投资者可以从这次9月份 不加息的会议中 得出的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因为在之前他说过7月8月 甚至于每一个月都有可能会加息 但是9月过后10月几乎不可能 而11月是大选又不可能 因此最早的可能性也就是在12月份 所以我们有三个月的安全时期 接着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方面的澳洲指数 那么受到了美国的帮助 澳洲指数在过去24小时之内呢 也是连上几道新高 不但是冲上了一小时 也是一股作气爬上了两小时和四小时的通道线 那么这个这也是澳洲指数在9月初以来 9月1号以来第一次爬上四小时的中期通道线 那如果现在这个5375的价格能继续保持四个小时 那么就是能够使得他在通道四小时通道线上 完美地站上了三条线 这样来说的话呢 对于未来继续向上能够比较稳定 所以今天我们的可以考虑的策略呢 需要在等待冲上了5408之后再去挂单跟住 如果下跌 我们只要等待他破了5355之后呢 考虑在5305的价格呢挂单 如果破了5355 下一个支撑就是5305 所以中间有50点的距离 我们可以挂单挂在5355的价格 再来看一下澳元 那么澳元呢 应该说过去几天走势 也和澳洲指数一样 就像是春天后的 雨后的足子是节节高 虽然现在说澳元已经连破两天 两条阻力线 但是呢距离现在由于涨得太快 距离下方的这个通道线实在是太远 我有一些微微的担心 它是否会有短期的回调 当然了这个是非常不理智的 如果我们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现在依然是可以是看涨了 但是呢挂单 我们则要需要在上了0.7660之后 再去挂单买入 如果向下跌的话呢 破了0.7607 我们也可以再次买出 挂单就挂在0.76 或者7602都可以 再来看一下这个黄金方面 那黄金价格呢 在今天早上也是受到了美联储的巨大影响 在短时间之内 上下的波动呢 也是达到了15美元之多 虽然现在黄金呢 已经爬上了4小时的中期线 但是呢在网上需要再重新上1340之后才会有戏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选择的价格呢 大约是在1340块5毛钱的价格挂单买入 空单选择在跌破了1330之后 也就是1329的价格 我们可以挂单卖出 那么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澳洲早上7点钟 新西兰央行呢 已经决定维持现有汇率不变 那么再往后看的话呢 到早上10点钟 澳洲的新央行行长也会发表讲话 以及到了10点半 那这是晚上的时间 美国时间10点半 美国每周一次 首次失业金申请人数 以及到了晚上11点 欧洲央行行行长讲话 再到了明天凌晨的三点钟 是英国央行长讲话 也就是说 从今天晚上开始呢 到明天凌晨 像英镑 像欧元 像美元 这些主要的外汇队呢 都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投资者呢 需要引起重视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